万表流行力 撸车也给力 大家好我是刘行力 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擅长把高深的万表知识 做接地气的解读 但是真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在做钟表主编之前 曾经是汽车摩托车的媒体人 撸车跟撸表一样 除了讲究品牌历史 技术文化 它更注重了操控和行动 撸表是靠手腕的 但是撸车是靠屁股和手腕的 而且撸车的容错率更低一点 就拿摩托车来说 问在弯道上来脚刹车你试试 应该说拿撸车的方式撸表 才能更接地气 举个例子 万表的性能 对很多人来说是个摆设 为什么我们老说一款 即时表带助车比不带助车的好呢 这是性能手感的原因 这个在车上是不能胡说的 尤其是重机 比如汽车在弯道上可以随便减速 但重机不行 别说弯道了 就是在慢速减速的时候 速度不大就会摔车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重机车手团性能全是干货 所以刚刚看到我们的朋友 观众一下 今后在这里既能看到我们聊表 又能看到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撸车 这么说 这车别让我们猫着 我们一猫着就撸一次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一期 性能干货 哈雷重机的实车报告 我总感觉哈雷重机啊 最近有点像劳力士 劳力士一表难求 哈雷呢是顶配车型难求 哈雷这个品牌 这次就不多讲了啊 89年我就骑着福布斯 留在中国的哈雷 在长安街上留的了 我有第一辆精英的哈雷 也是第一位哈雷车主会中国会员 哈雷的每个车系我都骑过 我得避嫌 咱们主要从下面几个角度入手 性能 比如说高速低速底盘 美学 升学和视觉 走 上路 如果你有哈雷的朋友啊 问他们哈雷顶配的什么 他是旅行家族 这个旅行家族呢 有旗舰滑翔 有阶段滑翔 路网什么的 还有公路滑翔 就是他们所说的双灯猪头啊 那么其公路滑翔的理由是什么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公路滑翔 俗称双灯滑翔 同样是具有绝佳的天候保护 但跟旗舰滑翔和街道滑翔不同的是 导流罩是固定在车架上 而不是在车把上 一用脚都能想到啊 这车的车把一定很灵活 没错 双灯导流罩正门看起来很虎视 这是它迷倒很多人的原因之一啊 但这个导流罩设计是很先进的 内藏了两条风道 可以改善空气动力学性能 车把灵活 很多人就不会觉得车很笨重 另外公路滑翔和街道滑翔一样 底盘比旗舰滑翔和路网都低 约一两公分啊 这样人坐上去呢 俩脚能够尽可能的站稳 给人踏实感 很多人在接触重机的时候啊 都在乎这个 尤其是在低速的时候 感觉车身越低越不容易倒 其实啊 低速倒车最主要原因是 骑车人自带的错误 跟车身高度关系不大 这个以后再讲啊 下面说发动机 这个跟我们表明对劳黎士机芯的思维模式很像啊 我手里这款2021年的公路滑翔 这款车的发动机就处于TC向M8转型期 M8有107排量和114排量 主要是变成了顶制圖轮轴 这看起来很像早年的亚马哈勇士啊 很多人对此是颇有微词的 我在试驾装有M8发动机的哈雷之前 也同意大家的看法 但是这台车它纠正了我对M8发动机的偏见 除了对顶制气门发动机的诟病 常见的说法是低扭不如以前了 还有人说M8发动机的声音不如TC103的机器好听 其实当初103出来的时候 也有人说不如更早的Evolution发动机好听 没办法 哈雷米亚多有怀旧品 这就好比劳黎士的3235机芯与3135机芯对比 总能找出所谓的毛病啊 但是劳黎士那么大牌 它不知道进化的逻辑吗 哈雷也一样 关于低扭问题 其实是在说驱动性的问题 Drivability 齐了一周的工作滑翔 我觉得驱动性是胜过之前的所有发动机的 驱动性包括低转速扭矩和高转速功率两个部分 M8发动机在这方面完胜 而每次面对发动机的迭代 大家对所谓低扭的怀念 都是过于关注低扭 而忽视了驱动性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 也就是说既要有低扭又要有功率 说白了单有低扭无非就是起步快而忽视了高速的加速超越能力 公路滑翔是M8里排量最大那种114立方英寸 这么大的扭矩和功率对离合器要求也高 通常大扭矩发动机会倒逼离合器压力大 顺便说一下以前的103发动机如果是走走停停 不光离合器会让我累的崩溃 发动机散热也常常让我的大腿内侧长肺子 但是这款公路滑翔虽说是为长途旅行设计的 但是走走停停的情况下发热比前几代车型低很多 硬核的哈雷要跑山 这里是检验底盘性能的好地方 上一代哈雷旅行家族里路亡是底盘最好的 而我这款公路滑翔呢调教之后不输路亡 抓地性和弯道上车架的整体性是我骑过的最好的 完全可以当路亡来耍 不过毕竟是双灯嘛 在弯道绕桩或者金卡纳的时候 我更愿意选择一款路亡或者是旗舰滑翔 但是嘿绕桩的目的不就是让你低速控车吗 习惯了双灯之后很快就能控制好车车了 当然了咱们玩重机的谁也不指望的拿哈雷通勤 真正需要钻胡同探电的话可以买台威斯巴嘛 毕竟公路滑翔在魔旅和跑山方面的优势太大了 玩哈雷怎么能绕开声音美学呢 很多人玩哈雷必做的改装就是改排气 他们赌信哈雷的魅力之一是雄魂的排气声 没错我玩了30多年哈雷啊 每台车必改排气 但是前几年我变了 一方面是由于长期暴露在噪音环境下听力损伤 另外一方面我还是觉得原厂排气是最平衡的选择 另外改排气有时候还会在不想停的时候被叫下来 给你开张票票 我也郁闷过啊 玩哈雷怎么能忍心不听他的迷人的声音呢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选项 为什么不把声音调成奔驰大忌那种呢 怠速只听见隐隐的闷声 加速的时候才爆发出克制的滚雷声 在这台公路滑翔上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关键是你要亲自骑在这车上才能提出到公路滑翔的发动机 乍一听啊很像保时捷911的声音 细品呢才能听到奔驰大忌那种闷响 不管像什么反正不用长带耳塞了 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换一个呼啸音的前段 因为原厂前段里是带三元的 呼啸音呢不带三元 可以把二规一前段的性能呢发挥到极致 而且声音更容易辨识 外观呢还看不出任何感动一种的 总之公路滑翔顾名思义啊 是魔旅和跑山的利器 有点像最新一代的劳迪式水鬼 但不是鬼王 比鹿王更好的天后保护 比旗舰滑翔轻很多 外形虎实性能过硬 底盘略低适合中等身材的男女 发动机性能呢各方面优于前代 考虑升级或者买第一辆哈利旅行家族车的话 唯一担心的是大猫店里有没有货 我这个平常撸表的 现在撸车的话 大家感觉怎么样 我说漏哪些东西 或者说错哪些东西了吗 你们觉得哪些地方表达的不合适 在弹幕或者留言区里跟我互动一下 新来的朋友关注我啊 撸表撸车我都特别给力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